杨祖作为90后演员中的佼佼者,不仅研制出众,演技也堪称一流,因此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他不仅在作品数量和成绩上远超同期女演员,更在个人实力和演技认可度方面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去年那部红遍网络的长相思。 不仅为杨子赢得了暑期党流量女王的美誉,更显著地展现了他在独立承担剧作以及吸引观众流量方面的出色能力。 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热播的《要久久爱》和《成欢记》也均成为季度热门剧集,杨子因此收获了业界内外广泛的赞誉。 可以说他的事业已经迎来了全面腾飞的阶段。 这部在第29届白玉兰奖公布的最佳女演员五桥名单中,杨子凭借其在《场相思》中的出色表现成功入围。 尽管白玉兰奖的声誉可能绿逊于金鸡奖和飞天奖,但其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 杨子能够最终进入这场激烈的角逐,无意体现了业界对他在《场相思》中所展现演技的高度认可和肯定,然而与此次入围白玉兰相比。 杨子在影视领域的后续资源和作品无疑更加令人期待,充满了惊喜。 杨子作为影视界备受瞩目的劳模。 近年来,他的作品产出速度着实令人惊叹。 即便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有两部新剧《样相迎庭》, 他依然手握《国色芳华》《长相思2》以及《青三行》等三部古装女主角大戏等待与观众见面。 这三部剧均暂定于今年的暑期档播出。 鉴于作品的卓越品质,再加上杨子那非凡的抗拒本领和强大的流量吸引力, 相信在三部剧相继亮相迎聘后,必将再次掀起一股狂热的追剧分潮, 并助力杨子在各个领域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 不仅如此,除了这三部备受期待的代播剧, 杨子还极有可能加门正午阳光出品的《生命术》。 尽管该剧聚焦于扶贫主题,但剧情和人物设定却以女主角为核心。 深受观众喜爱,更有不少网友将其誉为女版狂飙, 足见该剧的大女主特质,称其为一部大女主剧也毫不夸张。 近年来,扶贫题材在影视剧中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观众喜爱的主流类型。 正午阳光制作的上一部作品《山海琴》无疑是一部备受赞誉的佳作, 对于杨子而言,能够参与这样一部由正午阳光王牌制作团队亲力打造的作品, 并扮演具有挑战性的角色。 无疑是她演绎事业腾飞的绝佳机会, 如果她能像热衣扎一样成功冲击电视剧大奖。 有三部女主剧即将上映, 而眼下又有一部大女主剧即将亮相。 杨子无疑是影视圈的耀眼之星, 她不仅超越了同期许多女演员, 更有望追上资深前辈八五花们的步伐, 迎来事业的更大飞夜。 因此,无论杨子在白玉兰奖上是否有所斩获, 她的演艺事业都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飞夜。 在当前的舆论分波之下, 她未能获奖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毕竟,我们可以回想起迪丽热巴在获得精英奖后所面对的口碑分波, 杨子确实没有必要烫白玉兰奖这趟浑水。 对她而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打磨作品和角色上, 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